有个听众给我们留言 他在这个暑假决定要出国去 已经两三年了 那现在呢 这个没有出国 现在正要出国去亚洲玩 他想问一下说呢 这个出国去跟美国国内航空的规定 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手提行李跟拖映行李 他这个很久没有订机票了 现在发现呢 订行李的时候 这个航空公司开始都在收钱 那有一些允许的件数跟尺寸呢 都不太一样 拖映呢 有免费呀 超额收费的这些规矩也不太一样 他想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一个这个联邦法 或国际法来规定这些航空公司 所谓的这个手提行李 或者是拖映行李 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收费方法 是他们说要收25 35 55 随便他收吗 还是说超重的时候呢 也是按照每家航空公司的规定不一样 真正的这个 想要做计算的时候呢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定呢 我们跨小天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 我们1300的主持人 常常到处去坐飞机 而且很熟悉这些法规的 这是我们的蕾蕾 哈喽蕾姐你好 哈喽小米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好多人要出去玩了 跟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 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定啊 对因为现在呢 由于油价飙涨 其实在很多年前的油价飙涨 航空公司呢 已经是开始对手提行李 或者是托运行李进行收费了 当然这个收费的标准呢 每家航空公司是不一样的 这个没有说法规规定说你不能收取 但是就是对这个行李的尺寸和重量 都是一样的 都是有规定的 那首先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分手提行李和托运行李 手提行李呢 我们叫carry on baggage 那么它的尺寸呢 是长22英寸 宽14英寸 高9英寸 就是不超过这个尺寸 当然很多人可能在手提行李呢 猛塞东西 塞很重很重 但是当空姐发现 你这个手提行李很重的时候 她会把你的手提行李拿走去 觉得认为说不行 你不可以放在这个飞机那个 就是飞机架子上 因为有安全隐患 你必须拿到机枪去 当做托运行李办理 所以建议大家 有一个标准 大约是5公斤11磅 手提行李 那么还有一个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呢 就是私人物品的 比如说像我们背一个背包啊 或者我们那个公文包啊 我们的那个电脑包 还有女士的这个 是手提包等等之类的 它的尺寸呢 是长17英寸 宽10英寸 高9英寸 是可以放在椅子下面的 因为呢 当你飞机起飞的时候呢 你是不能抱在这个胸前啊 因为有考虑到这个安全隐患 所以你必须要放在凳子下面 所以一般的在美国 大的航空公司 像AAUA Delta 一些大的航空公司 它允许是带一件手提行李 和一个私人物品 刚刚此寸说过了 这个是属于免费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 像一些小的航空公司 它对这个手提行李是收费的 像我上个月刚去完Lotspegas 我是做了一个小航空公司 Frontier 那从洛杉矶做了Vegas 机票便宜 但是我的手提行李 拿上去的 它收了我46块钱 What 你自己提的 自己放上去的 自己随身携带的 收46是不是 OK 对 没错 所以说一些廉价航公司 它机票便宜 但是手提行李 它叫收费 而且私人物品 刚刚我说的那个 包私人物品 它也收费 等于说是 它只允许你带一个 一个小的那个手提包 也是个小的手提 我们装那个平时 就是出逛门的 逛街的 平时逛街的时候 背的那个包 这算是免费的 其他都不是 所以大家要注意 所以他在买廉价航空公司的 这些机票的时候 表面上好像已经省到钱 其实呢 你这边省个100 那边再花个120 根本没有省到吗 是不是 对 没错 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 OK OK 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 常常这个 在国内跑的时候 不管是三天五天的 喜欢用一个 随身攜带的行李就好 因为觉得方便嘛 你走到哪里这样推着走 然后也不用在这个 停机的这个时候 还要在那边等那个行李转盘 转出来转好久 那都用这个小的觉得很方便 那我就是您刚刚讲的那种 装到非常重 我自己有时候都抬不上去 抬上去以后手还会发抖 真的太重了 其实都是违规的 你刚刚有特别讲到 这是11磅或者是5公斤的 这样的一个重量 如果太重的话 被发现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多收钱的 所以其实每家航空公司 这个既然规定不一样 大家要去哪里 要先看清楚嘛 是不是 不要说以为这个便宜 是占到便宜了 但其实这个钱加上去 还是有的 那那个大型的行李 也有规定吗 还是说是 对 有的 我们叫托运行李 Check-in baggage 那它是有分经济舱 和商务头等不一样的 首先我说重量 经济舱的重量是 标准重量是50磅23公斤 商务头等舱是70磅32公斤 那么当然很多航空公司 它对自己的白金卡 金卡 银卡 钻石卡会员 都会有这个行李上的 优惠政策 那所以这个是 每家航空公司不一样 你们自己要去问一下 那么就是标准的是 长加宽加高 总和不超过62英寸 157厘米 这是托运行李的标准尺寸 然后Oversize 就是超大件行李呢 它的上限是不超过 三边总和的115英寸 OK 那么超重行李 不超过 最上限 不超过100磅45公斤 好的 那是这样 那么一般国内的 美国国内的托运行李 现在都是收费的 那一般来说 都是第一件30块美金 第二件40 第三件150 第四件200 就只是美国国内 它对于说 比如说南美洲 欧洲 亚洲 它的行李 收费的标准 都是不一样的 OK 肯定会比这个贵 不会便宜 我只是说一个 基数 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 查一查 所以我们这个要出去玩 不管你是去到哪里 是国内 跑一跑 还是要往国外去 绝对不要只看 这个机票价钱 如果你是精打细算 很会过日子的人 其实你要把你的这个 行李的费用 也算在里面 那都希望大家 有一个这个美好的规划 能够在这个暑假的时候 真的想出去走走的人 好好地去看一看 再次谢谢我们130的主持人 谢谢我们的蕾蕾 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拜